Hello 大家好 我是美亦 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下影响鹿角爵的一些 影响鹿角爵价格的一些因素 那因为大家从根据看了我的视频之后呢 肯定是对鹿角爵感兴趣 或者是因为别的视频关注到我呢 发现这个爵类是什么东西 以前大家都不知道的东西 那鹿角爵又是一个非常小准的领域 那在市面上好像在有些国家 鹿角爵又是非常稀少 基本上还看不到的一个 在花鸟市场基本上是很难看到的一些品种 很难看到的品种 那如果你在网上搜的话 你会发现鹿角爵超级贵的也有 那个便宜的比较便宜的也有 对吧 那它影响它价格的那些条件有哪些呢 首先鹿角爵呢 世界上一共只有18个原生的品种 那像在泰国呢 有4个原生品种 就是和其美了 蝴蝶 皇冠 雅猴四个品种 那如果你要在泰国买这四个品种的鹿角爵呢 基本上是价格比较便宜的 然后呢像如果你想买比较大的巨瘦鹿角爵呢 你可以去菲律宾买 因为菲律宾原生鹿角爵就是巨瘦嘛 那据说鹿角爵在那里非常好养 就是随便那么人家都不用照料 它就可以长得非常好也非常大 那如果你想买漂亮的原生的爪哇的话 那你可以去印尼 印尼的爪哇岛就是那个威林凯亚的那个 对吧 它的那个原生地 这是这样的 那当然澳大利亚也有四种原生鹿角爵 像什么superbonne witcher之类的 但是你要在澳大利亚 你就买不到便宜的这种鹿角爵了 因为澳大利亚是个发达国家 它的物价水平在那里 你在泰国同样的价格 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那个东西 你在澳大利亚 它要用成上他们当地的那个生活价格 那就不是很便宜了 所以说一般人来说 这个出口鹿角爵呢 主要是以泰国为主 都南亚为主 泰国为主了 那就是首先是原生的鹿角爵会比较便宜 其次呢还有就是大小尺寸了 那你像比较小的鹿角爵 比较小的原生鹿角爵肯定是比较便宜的 那长得非常大的 因为长大呢鹿角爵生长是非常缓慢的 你要长得非常大 像一米两米的话 其实是挺花时间的 那大家花加上时间成本呢 那个鹿角爵价格也会比较高 那还有一种就是侧牙 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名贵的品种 就是还有一些是杂交类的鹿角爵 杂交类的鹿角爵 如果它的母猪照片特别好看呢 那它的侧牙就会卖得非常的贵 那我们可以用那个耶路梦来举例子 那这个是一款那个 这个是包子的耶路梦 那它的单价呢就会比侧牙的耶路梦要便宜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侧牙的耶路梦呢 大家根据看母猪的照片 觉得它的母猪长得特别好看 那侧牙就会卖得非常的贵 但是呢如果是这个母猪长出来的包子呢 那就不一定了 因为这个包子呢就会有胃疼 就会就像同样的父父父 父父爸爸妈妈 他们生出来的兄弟姐妹 也会长得不一样一样 那个同样的那个 同样的一对父母 它生出来的孩子就可以长得 长得不大一样 性格也不大一样 爱好也不大一样 那那个植物也是这样 它的那个母猪产下来的包子 那它长出来的包子可以长出大概 那像我们剥种的话 一盒子可以剥 一小盒子大概可以出200棵植物吧 它200棵植物也会有不一样的那个形态 那一般的鹿角爵呢 分为侧牙苗和包子苗 那侧牙苗呢 指的就是母猪 好看的母猪长得侧牙 这种呢就是价格会比较贵的 像例如我们那个 Yellow梦的侧牙苗就会卖得比较贵 因为它的母猪好看 那像如果是Yellow梦 它产的包子 这个就是它的包子苗 很多啊 现在非常小 好 这个Yellow梦它非常畅销 它现在就 但是它现在很小啊 就是我不建议出口 除非那你是用卡购来运输的话 那还是可以的 那这么小的话呢 它的那个包子苗呢 就会比侧牙苗便宜很多 Yellow梦的侧牙苗呢 它就会卖得比较贵了 因为它的母猪比较好看 然后你可以看它这个侧牙 这个形态也非常的好看 像比那个包子苗啊 是不是 当然比刚刚的包子苗 尺寸要大嘛 对不对 包子苗现在还比较小 也不知道长大会什么样 但是侧牙苗的话 它会长得跟母猪一样 所以它的价格会比较贵的 这个是另外一盆Yellow梦的侧牙苗 叶片啊 形态 那如果你预算多的话呢 其实买侧牙苗会保证 它会长得很好看 但是买那个包子苗 你要慢慢地培育 就会有些惊喜啊什么的